疫情让我们停摆 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去认识这个机队 认识修护 让我能去学飞 也能够认识每一个同仁 你能想象你加入一个团队 你接起董事长这个位置 居然是做一件最反差 最不寻常的就是飞机不能飞 你所做的任何决策思维 是要从不能飞的角度去 维持这一间公司的营运 我想那个当下 我就很清楚地知道 我自己的性格 当我决定要做的时候 毅然决然坚持要做的时候 我的个性是坚持到底 我用一个新的思维 用一个新的想法 来跟你沟通 然后带这个团队 把这个团队走出这个名造 我用一个巨大 带这个团队 为了 想象征事长 带这个团队 队伍 这 年轻人 旅游大爆发年 很高兴要去到 武行的董事长 陈汉明 汉明 欢迎你来 谢谢 谢谢年华姐 谢谢 我相信华儿观朋友 一定有好多好多 想听想问的 因为这个最热话题 从2022年底到现在 真的 就是去哪里 你们打算去哪里 票价多少 好 很高兴 我们一起要来听 武行的整个故事 跟武行现在的发展 我们先从票价谈好不好 是 在地城堡航空里面 今年是4月 把印花季我们 视为一个国旅航空的大爆发 从台湾飞出去 所以就像宁华姐刚刚开场所说的 你都被所有的好朋友 打卡跟IG充斥的 好像大家都在国外 都搭着飞机出门玩 尤其4月我没有出国 我就每天都看 我每一个朋友 怎么搞的 全部在日本看印花 所以我想这真的是旅游 惨淡了三年 然后大家想飞想出去玩的心情 一股脑儿的全部 喷发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用心 致力于在经营 疫后这样子的市场 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所有的旅客 再回到在疫情前 那一份旅游的满足感 有时候我们会回头看 那过去三年 我们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是停顿在那边 每天等着坐以待毙 或者说我一天一天地混过 一直想什么时候会回到以前 但是整个虎航团队和汉民 他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是一直一直地在做 跟以前不同的准备 我们在过去的三年 也不忘记持续地希望能够 向外界来说明 我们希望大家的印象 Low Cost Carrier LCC 是以低成本航空 这样子的一个译文的概念 所以就是说 不要把联航当作cheap 是 因为联航这个字眼 很容易让人家 总的印象就是说 那就是很廉价 但是事实不然 台湾虎航的15架航机 我们是全新的A320neo的航机 那我们持续从现在到2027年 我们每年会有两架新机的接收 跟两架旧机的态换 对 我刚刚还在问你 我说你们八年 怎么一年就淘汰两架 是 所以到了2027年 台湾虎航15架全机队A320neo的航机 它的平均年龄才3.5岁 是这么年轻的机队 因为新机的引进 所以我们在飞机上 我们也增加了这些充电的设备也好 或者是这个平板电脑的摆放架 就是希望能够带给旅客 在航程中的便利性 硬体设备的提升 也是我们一直不间断的在往前走 那在行销上面 你有你的竞争对手设定是谁 我的意思说 当你有这么多挖空心思的行销的时候 到底你的市场竞争对手是谁 是 台湾虎王是由750位 平均才32岁 非常年轻的团队所组成的 那你差点把他们拉高了 我算是拉高平均年年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团队在行销的这个手法上 或是创意上 真的是非常有亮点 这是我非常骄傲的 那再者就是说 台湾虎航也是台湾唯一的 一架低成本航空 对 那有三个价位对不对 是 帮我们大概讲一下 是 像台湾虎航 我们有Tiger Lite Tiger Smart跟Tiger Pro Tiger Lite顾名思义就是说 我看到很多的背包客 它就是单纯只有手提行李 它不带 10公斤 对 你对我们人是无法想象 那Tiger Pro是比较完整 它包括机上的餐点 包括你可能可以 有临时要更改的话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更改的空间 对 所以我想我们提供 这样三个不同的选项给旅客 那我现在问一个通论 为什么义后国际航空票价这么贵 是 这个航空公司来说 油价跟汇率是我们最大的成本 油价变得高涨 然后通膨各方面 那这些油价的成本 会直接的反映在 护航 航空公司 那个部分的成本 我可不可以大概了解说 它有多少 有倍数吗 还是 因为像平均的国际票价 大概涨了两成到三成 是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在平成时期的油价 大概是八十多块而已 但是在义后 在这个整个国际情势 比较严重的时候 甚至有来到一百五六十块 那在这个旅游爆发的需求上 我觉得旅客来选择台湾护航 在义后高票价的这一个 为什么做了一个球给他 在义后高票价的 这一个状态下 选择台湾护航是最经济实惠 是最聪明的 我丢任何球给他 看起来不会杀球 但你都会得分 我们现在一起跟着 汉明董事长 去搭上台湾护航 我们要看一下 一般乘客 你不会体验跟了解到的 这个团队付出的心血 一起看看 从街机看板上 可以看到台湾虎航IT2213班次 从关西国际机场起飞 预计在10点46分 抵达桃园国际机场 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任务 他今天第三个任务 要载着看板人物的记者 一起前往日本 他今天从凌晨4点开始飞 飞到晚上的10点35分才结束 总共四个班次 看起来行程很满 但这其实还没有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准 飞机才刚降落 停机场没多久 又要准备飞行 国内唯一低成本航空公司 台湾虎航 疫情期间苦蹲三年 终于大爆发 一周飞日本99个航班 平均一天就有14个航班 几乎半半刻满 但这只恢复疫情前的八成 还有两成 国籍航空最年轻董事长 44岁的陈汉明 要把握旅游复苏期 带台湾虎航继续冲 就是选最有效率的方法 不一定说是要是最舒适的 在新宿街头又是出差日 陈汉明没有豪华坐车 走路可以到就不叫Uber 有特助在旁 人自己拖行李箱 前往会议地点 陈汉明原本是华航董事长 被派任为台湾虎航董事长 正好是2020年3月 当时国际间COVID-19疫情严峻 海外旅游最不景气的时候 但陈汉明还是积极布局新航点 尤其深耕台湾人最爱的日本 台湾虎航26个航点中 日本就占16个 包括磁城 花卷 青森等 成为非日本二线城市 最多的航空公司 2022年10月国门大开 民众抢买机票 夹着与日相对优贵的票价 公司终于要尝到甜头 没想到全球航空业缺功下 日方人力不足 先砍了二线城市的航班 航点最多的台湾虎航 首当其冲 因为快要过年了 死在死在滑雪的 还有钢山 晓松 没人啊 total这些一共欠人家 8765个位置 特に地方の空港に関しては この問題は大変難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して なぜなら 地方都市という都市も小さいですので なかなか新しくまた人を採用する という難しさもあるので そういった方面でもやっぱり難しさはありますね 为了8000多位旅客的权益 陈汉明率先到日本 跟各县庭提案 在陈田 新千岁等大城市街场 增加航班 张罗 道路交通补助 还派自家30位地勤 到日本协助登机 台湾や台湾の会長自身が台湾から来られて 各地方自治体 または空港関連の方たちとお会いして 直接交渉をして そこでお話をして 一つずつ丁寧に 何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という面において 台湾や台湾は いち早く地方空港への再会がで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事後回来他也進了一個航空業界 我個人認為做得太多了 可他做得很好 路是人走出來的 陈汉明知道他只能用双脚 指導日本各個城市 為了赴航 甚至在開新航点 堅持親自出席 每場拜会活動 他的左右手张明偉 一個有37年資歷的自身航空人 都說沒看過这样 親力親為的董事長 你看各行的開行 董事長不會參加的 何況又是二線城市 台北到池城的副航 他親自就飛到池城去 跟知事表達說 我們支持你 我們回来 其實可以不要 又不是新航点 左赫知事山口详意 公務之余 竟然準備生日蛋糕 為陈汉明驚喜慶生 大國的好人員 強化台灣虎航與日本各縣廳的友誼 爭取到更多觀光資源 開設獨家航點 在猶如戰場般的航空夜中 台灣虎航漸漸殺出邪路 他步步封城跑到日本去 大概每一個站都去 我覺得他這個精神 真的是讓我欽佩 謝士謙是陳漢明在航空界 亦師亦有的前輩 看到陳漢明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給予強烈肯定 這個可以用一句成語來形容 就是說 養兵千日用於一時 那個三年期間 剛好是差不多一千天 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從2023年1月開始 整個虎航的營運的狀況 就已經漸入佳境 他很想在航空業界 有一番作為 他用實際的行動去證明 陳漢明建築出身 加上華航董事經歷 自認在航空業7年 專業知識仍有不足 為了跟航空圈有更多共同語言 他利用疫情期間自己飛 自費70萬跑去烤機師 記得太太三天不跟她說話 身為另一半 我應該要支持她 去追求她的夢想 但是就是很擔心 真的沒有辦法說去吧 像她週五下班 她就會搭飛機去台東 然後住在那裡 整個週末都在那邊上課 接受訓練 飛機訓練還是有風險 她說不是 我就是要去了解 最難的那一塊 航空公司最重要的一塊 然後說飛安的 還是很嫩的袁公正啊 裡面這一排都比我還要資深啊 笑說自己是菜鳥 但陳漢明的認真始終如一 被判任董事長的隔天 凌晨四點就跑去機場 連袁公正都還沒拿到 甚至沒有太多人認得出 他是新任的董事長 就想親身理解 第一線同仁半夜出勤的感受 當機場有突發狀況 陳漢明更無法置身事外 他非常熱愛航空業 有時候連我都忍不住吃醋了 不管是半夜或是清晨 他一定是第一時間會到現場了解狀況 直到現在 陳漢明仍然固定每週二 週三 把握到桃園辦公的空檔 又或是在出差前 特地走一趟機場值班辦公室 早點回家 這時他總換下西裝 改穿運務外套 我想今天特別留意 剛剛提示的就是說 輪椅的旅客 以及帶嬰幼兒的旅客 去連館辦公室時 陳漢明又換了一件機隊外套 可是這條路要走很久 每次走到都快鐵腿了 因為你走過去要走回來 大約就是從一行走到二行這麼遠 陳漢明還是堅持走過去 因為連館辦公室 猶如航空公司的大腦 24小時沒休息 管理飛機的安全與調度 那雖然整個沿途的航路 剛剛看起來 天氣氣候都沒有異常 但是沿途還是留意一下 城堅安全 其實誰敢管董事長穿什麼 但陳漢明不希望叮嚀同仁時 給對方高高在上的感覺 所以他在車上 總是多準備這兩間辦公室的服裝 因為每趟飛行 絕對是團隊合作 他要跟員工站在一塊兒 尤其台灣虎航 都是來回航班 更要團結 低水準航空公司 為了省成本拼載客 一般來說 停機場的時間 只有一個小時左右 台灣虎航停機場的時間 平均大約是50分鐘 清潔工作 常常只有短短的10分鐘 所以更要快很準 飛機出國落地 空扶員不下機 分區檢查機艙的行李置物櫃 有秩序又有效率的清潔座位 機艙外 陳漢明會隨機長到停機坪 做360度的機身檢查 看板人物也跟著近距離獨家拍攝 這難得的景象 機身有沒有損傷會影響飛航任務 都要在短時間內確認清楚 同仁們認真的團結力量 看在陳漢明眼中是最棒的回饋 支持著他挺過疫情風暴 再挺過減半危機 所以我們常常說順風不是 飛機起飛是逆著風 他才能夠在最輕最好的推升的推力 升力的情況下起飛 就像飛機只能在逆風時起飛 已經成為航空人的陳漢明 遇上逆境一步逆腳印 展現翱翔任性航向役后的旅遊曙光 每一個站開點你都有去 幾乎 幾乎 那普吉島是我們新開航的 我們認為說在這一個今年的暑假 這個普吉島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 止飛的需求 而且普吉島是過去20年 台灣沒有止飛的航空公司 你衝得很快 那我覺得當你日本這麼多航點 在開戰的時候 你都去過 當日本的航站 Local的地勤不足的時候 你馬上派虎航的員工去補 這牽造我兩個好奇 第一個日本航站如何 很快的就接受 然後第二個是 在這個補足的過程中 有哪些你願意和消費者分享 是 其實您看到近期 也有很多的這個報導 包括四月的這個櫻花季 很多人說到了東京 排隊五個鐘頭才進到東京基礁 那個是廉價的時候 大家不斷轉帖 所以應該說日本場站人力的不足 是各航空公司都必須要面對的難題 那我請問 日本的這個航空地勤的不足 因為我們國際新聞有報導 它比起亞洲其他的航站 它有沒有比較嚴重 應該說日本 它做事的態度是非常的嚴謹 這是令人敬佩的 舉例來說 他明明場站人力不足 但是當我們到新千歲的首航首班 他也知道說 這個是知事跟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即將在這一個場站 做一個很大的宣布 但是在我 包括我親身過關 他們的人都非常仔細的 按部就班的 當我看到他們如此敬業跟敬佩的時候 我其實是擔心的就是 那這樣你人力不足 可能所帶來的 不管是後面的時間成本 或者是何時才能把人力補足 這樣子的速度 可能會不如我們的期待 因為它全面的空間小 對 它全面的空間小 但是我們尊重 這就像我提到的就是說 它的人力不足 但是它就是你在日本最好的夥伴 所以你要有同理心 你要能夠替它著想 能感同身受 所以當你派虎航的人 這個是很突破性的 去那邊的航站幫忙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就接受 還是會覺得說 虎航是國籍航空裡面 飛日本最多的 台灣虎航飛日本 總共16個城市 比起其他的航空公司都來得多 所以當外界去提到說 那為什麼虎航 只有虎航減班 其實不然 是因為虎航飛了很多其他航空公司 沒有飛的航點 那因為整個大日本地區的人力不足 在觀感上會造成 台灣虎航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在當下我一發現這個問題 我本來應該那一趟出差旅行 是去開新千歲這個新航點 但是我只參加了開幕儀式之後 我就飛到東京去 在72小時三天裡面拜訪了 18個不同的單位 包括日本國土交通神 包括他們的各單位 包括地勤 還有各縣市的代表 我們希望透過溝通 能夠來解決問題 就是人力不足的問題 人力不足的問題 要先說服日本 要讓他能夠接受你的人 來加入來協助我 然後台灣虎航有一個特色 我們飛航日本或韓國的航機上 都會有一位會講日文或韓文的 空腹組員 而我們的地勤同仁也一樣 我們的地勤同仁裡面有很多 可能是因為愛旅遊業 因為喜歡航空業 他們對於這個語言上 自己都有進修 所以他們是急派遣部隊 就是這些 所以當我拋出說 我需要30個人派出去 可能要長達3到5個月 所有自願舉手的 好幾位都有日文N1以上的水準 台灣的旅客在日本場站 可以看到台灣虎航的同仁 能夠講著中文 又能夠講著流利的日文 他是窩心的 他能感受到我們的擁有 安全感不一樣 是 所以這也是在意後台灣虎航派人過去的 一個對旅客的一個承諾 在這個人力不足的黑暗期 所以我覺得彼此的互相理解 能夠加深在未來彼此互動的默契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對於我對內的團隊同仁 那更重要了 團隊同仁能夠在第一時間 就有這麼多人願意舉手 來配合你公司的政策 現在我們的印象裡面 搭乘低城堡航空的 大部分都是年紀很輕的人 這個很輕可能是 大家會押到35歲以下 這個套用在虎航試用嗎 目前為止 其實台灣虎航在過去一直鎖定 20到45歲這個年齡層的原因 是因為虎航的購票是透過網路 急訂 急開 急走 所以跟他上群台的習慣 對 再加上我們剛剛提到 有這麼多隨時的促銷活動 所以他會有這種需要立刻馬上上網訂購 才能夠搶到優惠 這樣子的一個消費習慣 可是在役后很可愛的是 我發現了 我曾經在機場看到 有很多團都是大概七八十歲的團體 他也搭乘我們的航機到縣港 到其他的地方去旅遊 對你的感覺是什麼 這一個渲染船地 會讓更多的年齡族群的人 去認識到你 其實年齡就不是限制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接著的報導 台灣虎航有許多紅眼航班 這時候來份嚴肅機 當宵夜再適合不過了 而且機上是密閉的空間 只要我一個人點 旁邊的人都覺得好香喔 五股機塊搭配地瓜薯條 百葉豆腐 台灣虎航董事長陳漢明 把他最愛的宵夜端上機 全台首創嚴肅機機上餐 超狂創意讓自家總經理 也是在航空業37年的老將張明偉都欽佩 那陳董來了是 形象的傳達的項目多樣化 它就會創造一些新的話題 所以在這一點 董事長就很厲害了 翻開菜單 台湖董事長的期許是 視覺上就能感到冰質如歸 要不要點餐 雖然是旅客自己決定 陳漢明仍然雜預算 提升餐飲豐富度 每次出差一定點餐 當作抽樣把關 然後像我剛剛我會去搬 確定說它上面的起司 它有這樣子的一個 能夠呈現 那我們希望就是盡量在 空中公餐跟在餐廳裡面 能讓旅客感受到是一致的 陳漢明口中的餐廳是2022年 拿下米其林濾芯的小小素食 但要再興上飛機可不容易 因為機上廚房只有烤箱 購私菜單時就得量身打造 主打的蟹黃豆腐貝殼面 和墨西哥辣豆捲餅 空除端把餐點煮至全熟 並急速冷凍 上機再加熱才能保留多層次的風味 但正是上機前的準備 要先技術轉移 再經過三到五次的加熱測試 才能確認味道是否成功復刻 以前不會做 會去買你餐飲的比例不高 所以以前不會花這麼多的時間 可是現在開始就說 我們不一樣 帶領國內唯一低成本航空 陳漢明想要成為領導品牌 2020年3月 陳漢明才剛接任董事長 全球旅遊就升到第三級警告 飛機全都不能飛 但陳漢明的衝勁沒被疫情封鎖 三年來可沒閒著 希望將來的旅客們 能因為這兩道餐點在旅行途中 有充滿家的溫暖 找小小廚神冠軍得主莉亞 將記憶中的台灣味做成機上餐 又找希望兒童合唱團 錄製專屬機上音樂 讓每一趟飛行 都有排灣族天籟美聲陪伴 陳漢明把眼光放在新航點 著手創造聲量 要旅客想到低成本航空就選他 隨時都在為國門大開做準備 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塑造 他叫Lichette 為了全權主宰台灣虎航的命運 陳漢明還向新加坡新風虎航 買下品牌所有權 並準備全面換新機 A320NEO科基油耗又更少 單走到180個座位 為了增加乘坐空間 以備設計比較薄 可牽試層架和充電孔 讓旅客上機也能帶平板娛樂 不要在三大行之外把我貼開來 我只是沒有飯吃而已 你要花錢買 其他還沒有差你們到哪裡 以前就是 他就是個連鋼 可是現在很多長輩說 你們玩得不錯真的 趕快請幾個同仁一起進來辦公室 大家都會想吃這家想很久了 我的雞皮在哪 一袋袋的鹽酥雞桌上擺滿滿 這天陳漢明要請同仁 來吃他每週五晚上必點的宵夜 大夥擠進辦公室 陳漢明自己跨坐在沙發把手上 大家邊吃邊聊 兩年前就是這樣 把鹹酥雞聊到上飛機 因為我們平常大概就是 對對對 其實我們發想是從這當中出來的 也許因為是國籍航空 最年輕的董事長 今年44歲的他 跟員工相處 沒有大長官的架子 陳漢明平易近人的一面 三年來天天跟著他的貼身助理 最有感 完全顛覆我對董事長這個身份的人 所要展現的那個特質完全不一樣 他其實私底下是非常幽默 非常畫甲子一開就滔滔不絕 應該就常常會在這邊這樣子 東吃西吃 不一定會在這裡 好可能就會進來拿一杯 那都是你好不好 冰箱殼二都被他拿光了 兩人有時就像兄弟互虧 陳漢明加上擔任華航董事的經歷 在航空業七年自認之前 但也讓他願意跟員工對話 疫情情間 陳漢明就寫了30封內部信 讓員工知道他就是靠山 感性的他更在春酒 向員工大告白 經過了這三年 唯一讓我確定的是 自己早已徹底的愛上了 看著自己帶出來的後背 總是和年輕員工站一塊 謝士謙肯定陳漢明 就是帶領台虎團隊的補二人選 陳漢明就是帶領台虎團隊的補二人選 有為的那個年輕人 事實上虎航由他當董事長 應該以他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年輕的氣息 他是絕對可以帶上來 他說他有700個員工 有700個家庭 他需要對他的員工負責 他需要把公司做好 然後讓大家有歸屬感 有幸福感 陳漢明回到家放下工作 但他自嘲實在太熱愛航空業 家人有時真的受不了 然後你看這個 飛行這件事情 就是全家沒有我非常喜歡 所以他的照片 連一格都沒有辦法 就是被塞在這個角落的感覺 其實帥照不能跟家族相片擺一塊 全因為不顧家人反對去考 但照片就放在他最愛的鋼琴旁邊 這是陳漢明專屬的紓壓空間 彈了一首好琴 而且不看譜 只要心中有旋律就能彈 讓陳漢明被航空同業稱作鋼琴王子 陳漢明從小學情 試譜慢 看譜反而得算陰階 後來乾脆都不看 不會看譜 算是老天爺給我最好的禮物 因為如果說大家都看譜 彈同樣的樂章的話 那像是就是說 你彈的跟我彈的都一樣 可是今天我彈的是 有我自己的節奏 我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還滿享受這樣子的 自由自在的彈琴方式 不為自己設限的DNA 彷彿也注入了自家航空公司 陳漢明不為疫情籠罩 在最小的環節盡可能更新 突破大家對低成本航空的想像 他已經準備好 帶著團隊一起征服 一望無際的天空 今年定期限量的 鋼山攝香葡萄冰淇淋 對 這一些 我們認為想當然爾開了點 地方政府就會非常配合嗎 還是你們想出的一些 你怎麼樣帶別人來你這裡 他們可能自己也沒有想到 譬如說你說 鋼山在這 對 鋼山我們以這一個 白葡萄的鋼山來說 鋼山你要怎麼去推廣它 讓旅客認識它 所以日本各地都有它的特色物產 那麼身為航空公司 我們必須要有創意 我們不是只有把旅客從A帶到B 我們還要用心 你要創造它去B的需求嗎 讓它去認識這個城市 進而讓它到鋼山這個地方來遊玩 來走走 你的節奏可以讓我們了解嗎 通常你要掌握怎麼樣的一個節奏 所以你的開航點的節奏是像連連看 你必須要有一個移動的布局 是 我們希望透過綿密的航點 帶給旅客便利性 舉例來說 我們今天台灣虎航的乘客 可以搭乘虎航到鋼山 再到大阪 從大阪回到台灣 所以這個旅客他就可以從鋼山 一路遊玩到大阪 而不用走回頭路 不像說一般的旅客他到了大阪 他可能在周圍玩一玩之後 還得再回到大阪搭飛機 你可以深度的旅遊一路玩過去 然後在岡山直接搭飛機回台 但是你現在這個想法是說 假設你今天在大阪東京的票 在旺季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那麼快搶到 你至少還有旁邊的一個選擇 然後你從這邊往回 沒錯 我覺得下一次的搶票 妞娃姐一定搶得到 因為東京常常都搶不到票 可是我的旅客都知道 就從池程進去 好 那如果我時間多話 我不妨就是從仙台次乘 對 你從池程進去 然後一路遊回到東京回來 包括我前兩天也才從花卷進去 從仙台返台 我希望用自己動手做 去表達讓同仁能夠更認識 這一位老闆 他所想要表達 他如何用心地在這一個行業上 我跟你們是站在一起 我跟你們是走在一起的 我記得有些人說 如果你讓人們想到 我可以用心地花 那我可以用心地自信 我會給你沒有心地